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1日 星期一 最近 每一天的大事都是圍繞着 MIRROR演唱會的發生意外 現在的傷者 Dancer 心切治療 而且情況是危殆 因為大家也看到 那麼大的螢幕掉下來 整個砸中了 他應該就是頭 以及頸椎的位置 被整個砸下來 當然 大家看上去的畫面很恐怖 應該也傷得很嚴重 頸椎的位置其實是很脆弱的 稍有一點點不慎 就可能會終身癱瘓 他現在在醫院 當然情況不太樂觀 我們網友即時就 發了一個消息給我們 就說 有人 勿認 他們官方 又或者 發起眾籌活動 集資等等 已經在Terry 群組以及Facebook 流傳了不同版本 他們 他的女朋友叫做蘇子晴 其中也是ViuTV Caller的成員 蘇晴 成員 中文名的蘇子晴 他 說他的男朋友現在傷勢嚴重 在伊麗莎白醫院留意 進行兩次手術之後 由於要插喉麻醉做手術 情況在30日有危殆 又嚴重轉為危殆 全城都是為阿茂集氣 但是竟然有人借助他們的名字出來 公開籌募醫藥費 蘇子晴 在Fan Cup 出帖 呼籲大家不要被人騙 不要參與任何 有關金錢掛勾的活動 所以他說 除了官方認證 或者官方授權外 請入參與任何眾籌活動 明白大家外護蘇晴和阿茂 但現階段不適合任何和金錢掛勾的活動 希望大家 一齊靜候佳音 給他們空間休息 避免引起討論 製造麻煩 這些情況 很明顯有人出來 混水摸魚 網友發出給我們 跟我們遇到的情況 一模一樣 這個當然 絕對是 跟大家詳細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第屬MIRROR所屬的公司 最大股東李澤佳 早前已經表示將負擔傷者的醫療費用 所有東西照起 並提供所需的一切協助 Fan Cup的Amin也作出澄清 就說現在外面坊間 很多種的 眾籌 籌款 集資等活動 全部都不關他們的事 呼籲大家不要受騙 這件事 網友發給我們的意思 都是明白我們的 我們去年 接到美國的網友 打電話給我問我是不是有船在越南 然後 還有說有人利用我們名義的籌款 問我是不是有一個人叫佐敦依依 當時我們已經作出澄清 亦都在 這個節目裏面說過幾集 說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呼籲大家不要受騙 如果受騙的話 你們要發聲 當然只有一個向我們說 就是有人 勿認我們的工作人員 向他收了籌款 6萬元 我們這個節目也說過 當然 當然 報案人當時跟我們說的那位 他們說是拿不出 入數紙 又說不記得 又說找不到 這件事我們當時也不以為意 結果原來是真的 原來 是當時 有人 很多人用我們的名義 去籌款 而我們也知道 香港牽涉到兩三個人 英國是三個人 而英國也牽涉到兩三個人 也是那幾個 不斷在中傷我們 利用我們去籌款 利用我們去騙善心的聽眾 借助我們的名字去騙錢 憑他們當然是沒有辦法去騙錢 就是要借助我們的 知名度 借助我們的品牌去騙錢 當然我們是受到那麼嚴重的重傷 到了他們 現在還是惡人先告狀 我們看到香港的情況 很壞 壞到我們離開了兩年 完完全全 沒有辦法 知道現在發生甚麼事 2019年 大家都 一番熱血 每個人都 滿腔熱血 做很多事 不計較 告人得失 當時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他們豁出去了 生意放低 工作放低 手上所有東西都放低 全程投入 自己駕駛自己的車出去接人 做家長車 我們也有大量的家長車 幫忙去做這些事 結果 運動過後 很多人打回原役 有些人做賊 有些人做出來 做老千 當然也有一大群老千出來 雲水摸魚 很多很多很多 以往其實大把這些社運 借助社運出來騙錢籌款 19年 是比以往多很多很多很多倍的 我們不知道他本身是老千 加入了 搞社運 或者出來抗爭 到了抗爭沒有得做的時候 做回老本行老千 又或者 因為參與了這個抗爭之後 認為大有可為 認為可以 騙到家長錢 很多人都說家長 有沒有倫敦家長會 哪裏家長會 其實去年 所有家長都已經被人吃得乾乾淨淨 現在還有家長在這裏 我相信 已經是鳳無倫國 少了 比麒麟 比麒麟罕有一點 我覺得現在還有家長在這裏 去年已經被人吃得乾乾淨淨的 已經沒有了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也被人吃得很厲害 幫這個 出賣我們 給錢他們也出賣 給得少也唱 所以 其實真的很失望 失望之餘 我們看到這次的事情也是一樣 我們最近看到ViuTV 受到不同的攻擊 MIRROR 受到千呼所指 其實是不是跟他們有關呢 當然 這件事發生 一定是有很多的問題 可能是經驗不足 可能是偷工減料 可能是工作人員 或者是做工程的人 拿樓攤 或者有些人為了省錢 甚麼也有機會發生 但是很多人 我看到外面的藍絲 借傷成毒 就去攻擊MIRROR 攻擊ViuTV ViuTV可能中間有人做得不好 但是不是整個ViuTV有責任呢 MIRROR 這件事其實他們也很無辜 接下來還有那麼多常演唱會 全部都停了 沒得做了 之前所有的辛辛苦苦的排列 當然經驗是一定不夠的了 我們今天看到報紙 看到郭富城 原來他們開concert之前 一個月已經去試場地 即是說 你真的要熟習所有東西 不然一個差錯腳就會跌下台 大家要明白 1993年 當時皇家區在日本 就是差錯腳跌下台 結果 就這樣離開大家 很多時候 人們說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這個是真的 我們看到MIRROR的爆紅 也看到他們不斷進步 但是當然還是有很多比較 亂一點 又亂的地方 有些可能做得經驗不夠 各方面的經驗也是不夠的 始終出道日子短 面對壓力 又或者 各方面 也是經驗 欠缺一點 所以 希望他們可以經一時掌一致 亦都可以 小心 因為坊間 有很多 即使是Fan Cup 也有很多不同 有很多人利用這個名義 透過Fan Cup 從中取利 一直都有 80年代 70年代 任何年代 都有這些人 出來運衰魔魚 透過Fan Cup 其實我們的情況一樣 我們也是有人 說是我們的Fans來幫我們做事 結果 就出來 出賣我們 偷我們的資料 有網友說得對的了 你們做派犯義工 你會知道多少東西 我們離開了香港兩年 有多少東西讓你知道 很多東西是作出來的 亂說的 基本上 拿不到任何證據出來指控 就出來亂說 很簡單 如果有抽過錢 誰是有家長 捐過錢的 即時可以拿出資料 說這個人是說謊了 幾年幾月幾日捐了多少錢給他 我幾年幾月幾日買了一座酒店 送給他 又好 很簡單 拿出來就行了 即是說 我都可以問問你 你們的錢哪裏得回來的 你住那一層樓哪裏得回來的 是不是騙回來的 沒有得這麼說的 當你每樣東西都這麼說的時候 全世界就沒有人跟你說了 每樣東西都是 憑空想出來的 我們以往 我們 其實也不會再作回憶的了 因為我們要說的就說了 接下來 我們也 會做一個正常的節目 全部台都會恆常運作 不過台的戶口仍然在搞 因為始終 Google也很麻煩 現在我們 可以運作的戶口就是 正式 戶口就是 Patreon 這是最正常的戶運作 這個廣告其實他也還在幫我們刊登的 不過最近 好像大家的話題 對於 對於政治話題比較厭倦 可能 經歷過連MIRROR也出事 可能大家 那種 關心的話題 越來越 比較分散 所以 對於政治也不是 熱衷 我們也會 做得比較闊一點 希望 多元化一點節目 不要太單一 在政治方面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 大步難過 早日康復 拜拜